水浒转一百丹巴将中的九个人渣,竟有个活下来,还继续围观。 逼上梁山,这是我们常说的一个词, 假如没有读水浒转圆着,大家会认为一百丹巴将都很冤枉, 被黑暗的宋朝官场所逼,无奈上梁山。 可当我们读了圆着水浒转后,会发现一百丹巴将中, 绝大多数好汉都是自己做的多端,无路可走,而上梁山博的, 还有极少数被宋将和武用陷害,而上梁山博的, 只有极少的几位是被奸臣逼得无路可走,比如林冲等。 梁山博一百丹巴人中,有很多都是杀过人,放过火的江湖人, 其中有九位堪称众好汉中的人渣,做了很多不要脸的事情。 接下来,我们一起来看这九位,心水虎传霹雳火勤明, 很多人不解,他怎么会是人渣呢? 好吧,那我们看看他做了什么,圆着岛,宋江开化岛, 从管修怪,昨日因流总管在山,坚毅不肯, 却是宋江定出这条纪来,像小祖寺总管模样的, 却穿了足下的衣甲,头盔,骑着那马,横着狼牙帮,直奔青州城下, 点拨红头子杀人。 燕顺,王乃虎,带领五十余人驻站, 只坐总管去家中取老小,因此杀人放火, 解决了总管归路的念头,今日众人特地请罪, 秦明健说了,怒气于心,欲带要和宋江等私病, 却又自肚里寻死,一则是上界星辰契合, 二乃被他们软困,一礼带之,三则又怕斗他们不过, 因此只得那了这口气,师奈安水浒转百回稳第三十四回, 镇三山大茂青州道,霹雳火夜走瓦力场, 书生到目前为止也没搞懂秦明怎么想的, 家中老小被杀,皆因宋江等人, 他选择了原谅,师奈安说心沉气和等, 这绝对不是理由,没有理由,秦明原谅了, 这不是人渣是什么,双枪将董平,圆着倒, 董平拍马掀入,砍断铁锁, 背后宋江等长驱人马杀入城来, 都到东平府里,急传将令,不许杀害百姓, 放火烧人房屋,董平静奔私牙, 杀了程太守一家人口, 夺了这女儿,师奈安水浒转百回稳第六十九回, 东平府误陷九文龙,宋公明一时双枪, 杀太守一家,还霸占了他女儿, 董平是怎样与老婆生活的呢,实在让人不解, 董平是朝廷军官,想当当的一条汉子, 可做出这种事,说不过去,与人渣无意, 心水虎传黑旋风李逵,他的事就多了, 杀小崖内,杀护三娘一家,杀迪小姐等等, 李逵作恶多端,典型的人渣,却被宋江庇护, 没天理,并遇时孙丽,圆德岛,孙丽岛, 兰亭于纳斯,和我是一个师傅教的武艺, 我学的枪刀,他也知道,他学的武艺,我也尽知, 我们今日只做登州对调,来运州手把经过,来此相望, 他必然出来迎接,我们尽身入去, 李应外合,必成大事,师奈安水虎传百回本第四十九回, 解针解宝双乐剧,孙丽孙心大姐,出卖自己的师兄弟, 此种行径可视,什么玩意啊, 这事,就好比自己被同学出卖了,那同学也不是什么好东西, 孙丽这样的人脉有求主,可视可视, 人渣一个,毛头心孔明,毒火心孔亮, 圆得岛,围头的乃是白虎山下孔太公儿子毛头心孔明, 毒火心孔亮,两个阴和本乡一个财主征静, 把他一门梁渐进都杀了, 聚集起五七百人,站住白虎山, 大家结社,师奈安水虎传百回本第五十七回, 徐宁交使勾连枪,宋江大破连环马, 都是相礼相亲,怎么下去的手,除去人渣, 再也没有更合适的词汇形容他们俩了。 催命判官李立,蔡园子张青, 母也插孙二娘,这三位都是干同一种买卖的, 卖人肉包子,心水虎赚, 那当时的钱真的那么难赚吗? 要靠卖人肉包子过火, 我看不是,有手有脚,还有武艺, 干点什么都能过火, 真不需要杀人做人肉包子。 他们三位也是典型的人渣, 以上九位都是人渣, 好在有梁山伯, 他们有了改过自新的除去病育池孙丽之外, 其他九位都阵亡或者病死了, 出卖师兄弟的孙丽活着, 还继续围观了, 真是不可思议啊, 正说历史与文化, 笑叹三国与红楼, 叹密西游与水湖, 细品神仙与智怪, 微信公众号, 蒙叔生。